再来看歌手梁静茹和她老公 昨天在微博上证实自己要当爸爸妈妈了 梁静茹的老公还写说 家里马上就会有新成员要和她抢玩具 透露了幸福的心情 情歌天后梁静茹许久没有露面 似乎是忙着在做人 因为她兴奋的在社群网站上宣布 自己要当妈妈了 老公喜欢玩乐高秀木吗 喜欢喜欢 喜欢乐高秀木 然后我有帮忙她一下 梁静茹的老公Tony对秀木情有独钟 唱片公司曾经送上大型的秀木玩具 让梁静茹带回家和老公一起玩 就连宣布喜讯的时候 Tony先po上一张秀木的照片 写说有新成员要和他抢秀木玩 转发人数突破一万 艺人朋友纷纷送上祝福 就连结婚两年多 肚皮仍然无声无息的范围期 都自嘲说要再多加点油了 同样传出习讯的还有大S 前阵子被媒体拍到和老公到书店 挑选育儿书籍 暗示自己游戏的消息 虽然被外界解读成是提妹妹小S 转移焦点 大S也不曾亲口证实 不过徐妈妈透露 按照中国人习俗 不满三个月本来就不能说 间接证明大S的确有孕栽生 我衣服宽松的样子 小腹为徒是不是有了 然后我刚刚说有好消息 我会告诉你们 这种好事我也不想隐瞒 严谊称陆续传出喜讯 女人努力做人 拼生马宝宝 增产包裹 玉典TV综合报道